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本月升新一码 根据本月稍早时候的数据 全美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跌于市场预期 但核心通膨仍然偏高 联整会曾于去年3月及5月分别升新一码 即2码6月7月9月及11月连续4次升3码 12月则仅升2码 今年首次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各升1码 第四次会议则暂不升息 联整会官员在今天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会议宣布本月升新一码 自去年3月以来联整会迄今已经升新21码 获5.25个百分点 美国劳工部本月稍早时公布 全美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% 创了两年多来的新低 且低于市场预期 但反映房租保险等费用的核心通膨仍然偏高 感谢观看